文鎮反應遊行 反對林須倫勝任政務司長 文鎮表示有3,000人參與 警方說抵達新政府總部的遊行人士有2,000人 遊行人士由銅鑼灣出發到達新政府總部 部分人不滿總部門前有鐵馬封閉 有人強行越過 有關方面及後打開鐵馬 被示威者進入總部池廣場 他們在下午5時後陸續散去 部分人民力量成員一度包圍民主黨成員灑溪錢 要求他們離開 林須倫傍晚發表聲明指著 社會上對於他出任新職有不同意見 他會去心聽取各方面的聲音 並致力與不同政黨建立溝通合作的基礎 他說從事公職多年一直以維護香港長遠利益為目標 會在新崗位上盡心揭力做好政務司長的份內工作 服務香港社會及市民 武功在露面近一年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 在早上出席北京人民大會堂 舉行的辛亥革命八周年紀念大會 粉碎細細的傳聞 江澤民看來精神良好 主動和坐在旁邊的國家主席胡錦濤交談及握手 大會結束時 他要工作人員參乎站起第一個步出主席台 出席大會的全國政協委員陳永奇說 據了解江澤民早前是因為在上海進食太多海產 可能中雪茄毒 相信現時已完全康復 日本《產經新聞》出版號外 就7月5報江澤民死信自協 道協信中說江澤民出席大會確認他的見在 決定撤回網上的錯誤報道 並且向有關的人士及讀者自協 《產經新聞》是日本五大報紙之一 他們在7月7日不僅在網站報道江澤民去世的消息 而且是日本所有媒體當中 唯一一間出版號外五報死信的媒體 法國、比利時及盧森堡三國政府 就如何拯救陷入困境的Dexia銀行達成共識 暫時未公布詳情 比利時總理辦公室發表聲明 表示贊助銀行管理層提出的建議 演交給董事局審視 強調關的方案是經過有關各方深入初商的結果 Dexia銀行最快會在歐洲時間 星期日晚或星期一早上舉行記者會交代 義務橫跨多國的Dexia銀行 面對資金緊縮幾乎無法運作 估計上星期急錯超過四成 被迫尋求政府協助 成為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第一名受害者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